有九千萬沒有 你說九萬營養 沒有幾個 說實在的感覺有一點飄飄演的那種感覺 因為是亞洲嘛 對 地方很大嘛 然後能拿到這個不是演員的獎項 是貢獻的獎項 我覺得有一點飄飄演很高興 往後要更加勤快一點 對 往後要更加勤快 其實我在想 應該是做一些 以後更加做一些是培養的項目 比如說年輕的演員啊 這種 你覺得你有什麼 其實希望在日後在培養方面 是多 這個時候要邀請多一位朋友 會合我們台場四位嘉賓 很難去比片 我覺得年齡有個差距 所以有時候演出其實很多都是人生的經驗 那張哲那個電影我看過 所以我覺得是他演得非常到位 是因為他本身的經驗很足夠 他看的東西看得很深 所以我很喜歡那個電影 對 然後你說周敦宇那個電影看過 對 那周敦宇他有他的味道 然後因為他年紀很輕 所以在他的角色裡面是有優勢的 因為他年齡很輕 很勇氣地把那個範疇的那個感覺 把觀眾去帶進去 那我們現在沒辦法去演 演這種味道 怎樣都演不出這種年輕的 校女的那種味道 可是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是很老經驗 對 因為他演的時間也不是很長 這幾年嘛 可是你看出來他的水準很高 中間照顧好了 好來上面嗎 這邊 這邊 快點快點往這邊去後面 好這樣 左下喔 左下也要聽 女的演員其實頌云並不是非常長 對 然後你只能說從50開始到現在 剛好現在已經58了 好 然後 然後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很少會發生在女演員身上 那現在發生在我身上的時候 其實也應該說是很多朋友去幫我 也不能說我沒有下苦工 我真的下了很多很多苦工 我去爭取了很多東西 就算是雪觀音 我沒有去主動去爭取 基本上其實我就是一個放在那邊 給贊用一點時間 反正我導演來見其他演員就有一點點時間 所以製片說要見 就去見 也沒有心思說要給我任何的機會 那如果我沒有花這個去研究這個角色 然後去現場馬上就用唐夫人去演藝給導演去談事情 基本上我不會拿到這個 對 所以 所以這幾年 你說甜真的是甜 因為這種機會基本上很少發生 那發生在我身上 可是你說苦嗎 我花很多功夫 對 我花很多功夫 我中間我自己遇到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我自己知道 對 對 所以甜苦都有一半 其實我都覺得那個題材 其實沒什麼問題 豆腐 對 不懂 那些人 沙發 你沒什麼 owej 相撞 好 好 麻煩 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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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